洛杉磯元戲院響應全國電影日 出售3元電影戲票 根據美聯社報導 作為全國影院所有者協會的非營利機構 電影基金會在週日宣布 將會在9月3日週六 推出全國電影日活動 在這一天 絕大多數美國戲院的電影門圈 無論任何格式都只需要3元 預計將會有超過3,000間戲院 和超過3,000塊電影屏幕參加這個新活動 包括AMC、Regal和Cinema等大型連鎖店 購票者還可以觀看各大電影製片廠的最新大片 電影基金會主席Jackie Brenneman在一份聲明中說 在今年夏天重返電影院後 基金會想做一些事來慶祝電影上映 這樣做是通過向重返戲院的觀眾致謝 並且為一些還未回去影院看戲的人士 會提供額外的誘惑 全國電影日正式逢勞動節週末 傳統上也是戲院生意最淡的週末之一 今年8月的票房甚為慘淡 若活動成功的話 全國電影日可能會擠滿電影觀眾 並且有可能促使他們在秋季回歸 作為電影產業龍頭的荷里活所在地諾瀋機園 有超過40間戲院參加這次活動 Fox11的網站上 還列出了所有南加地區的名單 除了3元的電影戲票之外 在這天AMC、Rigo和Cinema 還提供各種3元的飲品和炮谷等各種優惠 組織者將這次活動視為可能成為年度固定活動的事業 雖然其他國家已經嘗試過類似的廉價電影票日 但在美國這麼大規模的活動就是第一次 天后衛視編輯報導